有戲做當然有很多人來看 現在也有很多人看電影 永樂戲院其實在舊區裏面是一個地標 所有街坊跟我們感情都很好 也盤著我們一起成長 而我們在公園也參加一些街坊會的工作 所以跟街坊是息息相關的 因為他們都是在戲院附近 經營一些習家攤等等 基本上經常見面 亦都是有傾有講 對於戲院一些改進或提議 他們都提供一些好的方案給我們 我們亦樂於傾聽和接受 你知道在新橋區的車位可能會比較困難 他們都會幫我們留意著位置 可不可以讓車可以落貨 這些都大家互相照應 特別買次的那些都很熟悉的 有時候熬到湯或者涼茶都送給我們票房的同事喝 因為有時候我們有些免費的大戲 聽歌的那些 有些票都送給家人來聽 為什麼大家都可以在戲院留那麼久 其實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使命感 因為在戲院做 它除了是一個普通的商業戲院 也都是宣揚一個有正能量的信息的地方 因為我們都很多時候 將一些比較有正能量的電影 外國的電影 介紹給一些社團和學校 就是說這個這樣的正能量和這個宗旨 是令到我們更加堅定地繼續工作 曾經是試過有人說用高薪去挖角 包括我自己在內 但是因為我們始終是抱著一個 因為我們是一個信念 我們覺得在外面是一份工 但是在這裡不是一份工那麼簡單 而是一個叫愛國的理念 亦都是一個叫大家的家庭 這麼融洽的理念 我沒有理由為了少少錢 離開家人